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農 今天是12月2號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12月2日 總統拜登在白宮緊急簽署 國會參眾兩院剛剛通過的一項法案 使美國逃過了一場災難性的鐵路大罷工 在鐵路工會拒絕與鐵路管理方達成協議後 拜登懇求國會迅速採取行動 並警告稱 鐵路罷工會使全美貨物供應鏈受到嚴重破壞 而在聖誕節前幾週會嚴重威脅美國經濟 在當天的簽署儀式上 拜登說 我要感謝國會 民主黨和共和黨 如此迅速的採取行動 我知道 這對兩黨議員來說都是一場艱難的投票 對我來說也是 但這是目前應該做的正確事情 可以挽救就業機會 保護成親上萬工薪家庭 免受傷害和破壞 並在節日期間保持供應鏈穩定 國會進入之前 如果鐵路勞資 談判雙方不能在12月9日的最後期限之前達成協議 民主黨人控制的眾議院獲得通過 12月1日 參議院迅速跟進 以80票對15票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該法案 只是否決了眾議院提出的一項 包括為工人提供7天帶薪病假的條款 上個月 貨運鐵路工人罷工的危機再次浮現後 拜登曾說 他不願意推翻工會的投票結果 但強調罷工將給美國經濟造成嚴重破壞 因此呼籲國會迅速介入 通過立法把9月份貨運鐵路公司 與其員工敲定的初步協議 加強給代表11萬5千名工人的十幾個工會 而這些工會原本計劃在本月9日舉行大罷工 拜登說 如果這個星期不採取行動 我們的汽車供應鏈 我們把食物送到餐桌上的能力 以及我們從煉油廠清除危險廢物的能力 都會受到干擾 如果以貨物的重量和運輸距離來衡量 全美大約30%的貨物都是通過鐵路運輸的 因此 鐵路工人大罷工可能對全國貨物 供應鏈 和整體經濟造成大範圍的破壞 如果罷工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還會導致大範圍的貨物短缺 以及包括燃料和食品在內的商品價格大幅上漲 國會兩院通過該法案後 拜登鬆了一大口氣 現在 他把該法案簽署成為法律之後 鐵路工會 舉行任何罷工都被視為非法 罷工者很可能被解雇 12月2日 據政治新聞網站報導 雷神公司首席執行官海斯日前披露 美國正在與一些中東國家談判 希望他們在未來3-6個月 向烏克蘭轉讓全國先進地對空導彈系統 海斯12月1日告訴媒體 中東部署了美國宇航局系統 而我們的一些北約盟友和美國當前 正在與幾個擁有該系統的中東國家談判 希望把這種系統運送到烏克蘭 海斯指出 從中東轉移該武器 比在美國建造它們要快 等中東國家向烏克蘭完成轉讓後 美國將在接下來的24個月 逐漸向中東提供新的美國宇航局防空系統 海斯說 光是建造美國宇航局系統 就需要24個月 但這並不意味著交付給其他國家只需要24個月 目前 五角大樓發言人尚未對這種說法作出回應 11月30日 五角大樓曾透露 美國軍方與雷神公司簽署了一份 總額為12億美元的合同 為烏克蘭採購6套美國宇航局防空系統 據介紹 白宮已批准向烏克蘭提供 總共8套美國宇航局防空系統 以幫助抵禦俄羅斯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 烏克蘭已於11月收到第一批交付的 兩套美國宇航局防空系統 其餘的將在接下來幾個月完成交付 烏克蘭偷襲克里米亞大橋後 俄羅斯對烏克蘭全境展開了持續密集的導彈和無人機攻擊 重點打擊烏克蘭的基礎設施 包括能源 電力 通訊 交通等 使烏克蘭多地斷電 斷水 斷氣 損失慘重 另外 俄羅斯也加大了 對美歐原武武器裝備的打擊力度 使他們很快就喪失了戰鬥力 12月2日 聯邦勞工部公布的報告顯示 11月份全美非農業就業人數新增了26.3萬 略少於10月份經修正後上調的28.4萬 但是遠超華爾街經濟學家們預測的20萬 失業率仍然是3.7% 顯示美國就業市場的需求依然強勁 與就業需求強勁相匹配的是 11月份 美国勞工的平均時薪比10月份增加了0.6% 是今年1月份以來的最大單月漲幅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 其中 生產性和非金管人員的工資 環比增加了0.7% 是近一年來的最大漲幅 當月的工資增幅之大 顯然不符合聯儲會把通脹率控制在2%左右的目標 當月新增就業人數和工資漲幅這兩項關鍵指標 顯示 美國通貨膨脹壓力有增無減 而這很可能對聯儲會的貨幣政策產生影響 該報告出爐後 美國股指期貨暴跌 國債收益率飆升 因為投資者擔心聯儲會將採取更激進的加息措施 11月份 美國就業增長集中在少數幾個行業 其中領頭的修行和酒店業新增了8.8萬人 醫療保健業新增了4.5萬人 政府部門新增了4.2萬人 包括個人與洗衣服務在內的其他服務行業新增了2.4萬人 社會救助業新增了2.3萬人 同時 建築業新增了2萬人 信息行業新增了1.9萬人 製造業新增了1.4萬人 儘管如此 一些行業也開始顯現出比較明顯的疲軟跡象 零售機構報告稱 在進入繁忙的節假日購物季之前 零售業減少了3萬人 另外 運輸業和倉儲業也減少了1.5萬人 聯儲會主席鮑威爾本週早些時候稱 要讓就業市場恢復平衡 勞動力需求必須降下來 而聯儲會迄今只看到了這方面的初步跡象 據有新電視新聞網報導 德克薩斯州優瓦爾迪市羅布小學大規模槍擊案的幸存者 近日對該案多個相關方面提起了一項集體訴訟 索賠預額高達270億美元 報導稱 這起訴訟於11月29日 在德州首府奧斯汀的聯邦法院提起 被告包括優瓦爾迪市政府 優瓦爾迪警察局 優瓦爾迪聯合獨立學區 該學區警察局 德州公共安全廳等機構 以及他們的部分雇員或前雇員 原告由事發當日在校的家長 教師和學校工作人員等組成 訴訟稱 受害者和幸存者由於被告的行為和疏忽 而遭遇了持續的情緒和心理傷害 訴訟指出 儘管受到過關於應對活躍槍手的訓練 但執法部門沒有按照相關的要求和標準形式 在77分鐘的時間裡 376名執法人員沒有對槍手採取組織有序的反應 他們完全沒有達到職責標準 目前已有多項關於該案的訴訟被提起 美國廣播公司11月28日報導稱 一名遇難兒童的母親 當日對槍支經銷商地方政府和槍擊案現場的16名執法人員提起訴訟 路透社12月1日報導稱 尤阿爾迪市政府當日起訴地方警察官米切爾 要求他交出與該槍擊案有關的調查材料 今年5月24日 一名18歲的男子持槍闖入羅布小學 開槍射殺了19名小學生和2名教師 後被警方擊斃 這是美國近2012年桑迪虎克小學20名學生和6名教職人員 遇害後傷亡最嚴重的校園槍擊事件 根據德州政議會一個委員會7月17日發布的調查報告 聯邦 州和地方各級執法部門 在應對羅布小學槍擊案時存在系統性的失敗 執法人員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 未採取任何阻止屠殺的有效行動 12月2日 皮尤研究中心發布的一份報告估計 在9月30日結束的2022聯邦財政年度 有90多萬移民加入美國國籍 成了美國公民 皮尤研究中心這份報告依據的是聯邦國土安全部和人口普查局 今年前三個季度發布的數據 根據分析 這是有記錄以來入籍人數第三多的財年 也是2008年以來最多的一年 在新冠疫情出現之前 大約10年裡 美國每3個月的平均入籍人數為19萬 而在2020年4月至6月 入籍人數銳減到8.1萬 當時 新冠疫情剛剛爆發 移民局幾乎停擺 常規的集體入籍儀式無法舉行 2021年 入籍人數開始反彈 年初就超過10萬 該報告指出 大多數國家的移民入籍率比疫情前的平均水平提高了20% 但令人驚訝的是 墨西哥移民入籍人數只增加了8% 在過去25年裡 墨西哥移民每年通過入籍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的人數最多 根據調查 來自撒哈拉以南 非洲 亞洲 拉丁美洲 中東和北非的移民入籍人數 比疫情前的平均水平上升了15%至26% 上升趨勢中的另一個例外 是中國 來自中國的移民入籍率大幅下降 與疫情前的平均水平相比 下降了20% 該中心的另一項調查發現 現在入籍人數激增的同時 獲得永久居留權的移民人數也增加了 12月2日 據全國廣播公司新聞台報導 在馬斯克掌管的推特 其大赦政策已經恢復數百名 右翼活動人士和追隨者的賬號 及右翼賬戶的恢復與一系列左翼賬戶被禁同時發生 另用戶不確定該公司目前是如何實施其賬戶管理政策的 最近剛剛詞去 推特安全主管職務的羅斯指出 推特目前的摸棱兩可做法是一個問題 人們不知道規則是否已經改變 一方面推特恢復了一些賬號 另一方面又禁止了一些賬號 這是一個危險的組合 研究人員在推特上監測仇恨言論的上升趨勢 他們發現一些比較知名的用戶離開了這個平台 馬斯克從10月下旬開始接管推特 他堅稱該公司沒有改變任何溫和的監管政策 但是 推特本週宣布不再執行新冠疫情虛假信息審查政策 馬斯克曾利用非正式的推特民意調查 做出重大決定 首先是恢復前總統特朗普的賬戶 然後對其他被暫停的賬戶實施大赦 他上週在推特上寫道 民眾已經發聲 特赦將於下週開始 白人民族主義者凱西和新納粹主義者安格林 都恢復了他們在推特上的賬戶 直接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納粹黨會的照片 還說他喜歡希特勒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 此舉與馬斯克此前對言論自由的支持背道而馳 12月1日 德克薩斯州基爾哥市警方披露 他們逮捕了一個龍馬開車的駕駛者 而這個駕車者竟然是一條狗 這條狗被捕之前 當地沃爾馬停車場的兩輛汽車接連被撞 其中一輛汽車的車主說 他看到嫌疑人向他猛衝過來 以至於他無法躲避撞車 之後 他看到肇事汽車的駕駛座上 只有一隻狗 頓時就被驚呆了 吉爾哥市警察局證實 車禍發生時 這條狗就在方向盤後面 警方發現 這條狗坐在無人駕駛的卡車上 等待它的主人 主人當時在店內 警方說 這條狗在駕駛室內顯然有些坐立不安 到處亂撞 之後 卡車就動了起來 據警方講 肇事汽車的方向盤之前有損壞 這可能是狗能把車開動起來的一個原因 此外 狗身上的皮帶可能套住了緊急刹車閘上 也幫助啟動了汽車 吉爾哥警察局說 這聽起來不大可行 但一名目擊者在車禍發生前看到了方向盤後面的狗 狗的臉上當然有一種心虛的表情 警方稱 在撞車事故中 所幸無人受傷 事後 一些社交媒體用戶在領書上發表了評論 其中包括吉爾哥動物控制中心 該中心稱 它從未頒發寵物駕照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